Excel的方法Excel的公式 其实答案就在我们的参考的答案上面 你可以找到应该第二页的地方 其实步骤就上面这部分 如果它是相等的 然后就是再把它排序 然后把它对的就放上面 如果有错误的话就放下面 最后再用ifl把它过滤掉 OK所以最后看到的结果就这么一长一串 但是记得如果你要拿这个公式的话 其实记得那个大瓜糊不要复制到 你就如果你要run一下 假设这个是参考的答案 如果你要知道这个里面最后的结果 run起来怎么样 你可以记得把那个大瓜糊略过 就是大瓜糊里面的东西复制一下 Ctrl C之后 你就把它贴到哪里 贴到这边 这个储存格把它贴上去OK 这个就是我们要的公式 但特别注意哦 贴上之后呢 记得要在外面包一个大瓜糊 但是不是叫你自己去打这个大瓜糊 OK 你如果自己打的话 没有你把它打勾 它不会walk 它会变成公式哦 所谓的这个大瓜糊 特别注意哦 是你要自己去把它加进去 所以你们如果在书上 或在网路上看到有那个执行阵列的话记得哦 一定要按什么 复合键哦 就是你先输入好这个公式之后 最后呢 游标放在里面任何一个地方 按下什么 Ctrl Shift 再按Enter Ctrl Shift按住再加Enter 这个时候有没有发现 外面就会自动加个大瓜糊 那这样子的话 才是执行里面的阵列哦 OK哦 所以请各位 也就是里面如果有那个阵列哦 它就会自动帮你去完成 有点像跑个回圈的感觉啦 不过哦 你会发现 刚刚 同样的动作在VBA写这么多行 可是呢 在Easeer里面 就只能写在一行里面 把那么多的逻辑 那么多 其实里面执行动作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它只能写在一行 然后最后Ctrl Shift加Enter 有点像是跑一个for回圈的道理 就让它再把那个范围 一个一个跑出来 最后你只要向右 再向下 一直到这个表格的最下方 Ctrl Shift加Enter 那这样的话呢 底下还有一个 If Al没有 你会发现 如果你没有加If Al 它会出现 但这样可不可以Run 应该是可以Run 我看一般可以有Run 但是会多这些东西啦 就跟我们之前那个 那个什么年历 年历不是会多一些 不应该出现 这个不应该出现怎么办 把它去掉 紧开头的吧 所以你会发现 其实这都是什么 Lumper的错误 他跟你讲 里面Lumper的错误 那怎么办 很简单 最后在外面包一个If Al 所以If Al的话包在哪里 包在这个外面 如果它发生错误的话 那就把它清掉 所以其实如果最后应该是一个 所以你要看 应该是在 也是第二页的下面 一样 你避开那个大刮 如果你要Run的话 游标先放在这个G5的地方 然后把那个公式先贴上 贴上之后 或者你一步一步来 Step step 然后最后的话记得 Ctrl Shift加Enter OK 然后你再向右 再向下 这个就不见了 OK 所以其实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反正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 最后如果大刮 我就是记得 Ctrl Shift加Enter 它就会自动执行了 其实网路上大文我发现 很多人还是教这个方法 但我觉得这个方法 你倒不如把那个VBA学好 不然的话你会发现这么长一串 而只能写在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如果发生错误的话 我就真的 我自己真的也很难看出来 那怎么办 倒车回去 再回到上一个动作 再重做 所以我反而觉得 写VBA好像比较 在这个地方是有点优势的 OK 所以我特别强调 复杂的事情 还是交给VBA来处理 会是比较 反而变得比较简单一些 OK 所以跟各位说明一下 那另外的话 还有一个地方可能特别 这边有个下拉清单 因为这个下拉清单本来就存在了 可是我们工作里面蛮常会遇到 就是我需要一个下拉清单 然后这个清单可能就是我的班级 或者是我的编号 或者是我的什么 自动一拉 它就自动会有一个清单出来 那以后的话甚至怎么样 我可以让人家用选下拉清单 自动带出其他栏位的资料过来 所以你一定假设吧 你已经有一个下拉清单 以后他就看到下拉 他点一下自动东西就带过 他也不用再输入 那如果自动带出了一个好处 就是说他不用填之外 也比较不会出错 否则的话你会发现 如果让他自己去key那些 看得到 即便他是把资料再重打一遍 还是会输入错误 所以导布怎么样 让他自动带出来 这个感觉有点像资料库里面关联是资料 怎么做 其实这个地方下拉清单有分成两种方法来源 第一种是写固定的 第二种是不是固定的 那其实以这个来看的话 它是固定的 怎么知道是固定的 其实你可以切到哪里 切到上方有一个所谓的资料 OK 资料里面有一个叫所谓的资料验证 就在这里 如果你以后要做下拉清单的话 记得它的位置 一定是在资料里面的资料验证 OK 这个地方 那里面的话 我们怎么去做一个下拉清单 其实以这一题来看 它主要就是资料资料验证里面 有不要先放这里 然后资料验证里面的话 它主要就是一 先把它改成什么 设定里面 这个设定里面改成清单 也就是说 先把这个储存格内允许 本来是任意值 所以原来应该是这样 原来是任意值 它把任意值改成清单 也就是说 会把原来一个储存格里面 变成清单的动作 第二步就是说 如果你点清单之后 下面应该是空的 有没有 你会发现来源 本来里面没东西 对 那你就要给它 我刚讲过 如果你固定的 比如说它只有123班 固定不会变的话 你可以什么 1、豆点2、豆点3 豆点3班、1、2、3班 如果后面还有的话你就在豆点 豆点4班、豆点5班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子做出来 他就会让你有个下拉清单 不过 这个来源就变固定了 以后你要维护的话 你变成你要自己再到这里面去加才可以 另外的话如果你要不固定的 比如说你的来源 是在 某个地方 OK某个地方 比如说我今天假设我要变 某个地方当然我可以 因为这有重复 所以我可以先把这个复制 复制到这边l贴上 但是他 一定要移除 不是重复的 所以你可以用移除重复 然后跟他讲说我这个范围里面有标题 叫班旗 叫123 然后如果我要把这个 放到那个来源的话 那我其实可以一样把这边修改 资料验证 把这边改成什么呢 改成这边就好了 这边 我的资料在这里 按确定 那这边下来清单也会有 不过我比较不建议 你们用这种方式 因为这个将来不好维护 你干脆怎么样 把这边改成我之前讲的 就是用什么用公式里面的那个 所谓的 定义一个名称 这个范围就叫班旗 那我最快的方法 就是你要不就是选这三个 在这边输入班旗 Enter 或者是说你可以从这边选 四个 包含他的名称 然后公式里面的从选举范围建立 找到顶端列 把这个名称 就代表这一个 按确定之后 那我们这边 名称关联里面 就会有个班旗 那将来我可以 把刚刚的这个 资料验证 就不要用选的 为什么 因为你将来 你的来源不见得在同一个工作表 可能在任何其他的地方 那我是建议 你就直接按F3 他就有班旗了 用班旗 指到那个范围 这个名称 有没有 里面的那个三个班旗 自动帮我放进来 按确定 这样也可以 那这个好处就是说 将来你可以怎么样 假如你又多一个班旗 你可以怎么样 在名称管理员里面 去做维护 维护的方式就是你可以 假如说我又多一班了 比如说我又多一个那个四班好了 我看一下下来会不会自动 他没有四班那个清 四班 比如说我这边 假如又多一个班了 四班嘛 那我这边的话就把这个名称再加一个四班 那未来的话 我不用去动这边 我只要改什么 改名称管理员里面 在这个范围 他只有到这边对 你就重新选 选到四班 然后打个勾就可以了 OK 打勾之后的话 那将来呢 你这边点一下 下拉 我没有动这边 因为 他是指那个名称 的所有资料 带过来 所以呢 如果你那边动的话 这边也会跟着动 OK 甚至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你那个将来名称管理员里面 你可以 整栏 整栏 有没有 直接他就是那一栏的资料 全部你只要 在下面 增加 他就自动带了 那就要更简单 OK 所以 这部分 请各位先 试试看 里面刚刚的重点 一 就是 这个东西 也许你可以试试看 记得那个大瓜糊 并不是自己打上去的 而是用记得什么 Ctrl Shift加Enter 有没有 他就会出现了 然后呢 不用打勾了 你就这样向右 向下 这个时候就OK了 至于里面 公式的逻辑 在云单上都有 自己稍微参照 第二个的话呢 了解一下这个向下清单 我刚刚讲过有两种 一个是固定的 就是直接在那个 资料里面的这边直接打 一班 逗点 二班 逗点三班 或者是说你可以从一个范围 我是比较建议用名称 OK 发明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我们就用名称 假如那个名称他有新增的话 那我就直接会带一个新的范围进来 就是这样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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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